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经上告诉我们 身材有大道 这个大道就是财物识 越识越多 命里头没有财 常常有不识的心 命里头就身材 财与心深点 常常想着 我要用不识帮助别人 用财帮助别人 自信里面财 他就显出来 不是为自己 为自己是罪 为自己是病 是为苦难 众生 那么先前 一半 贫穷的人家 他不如 怨天 有人 为什么自己生得这么苦 为什么他们富有 也想办法去闹革命 去夺取他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解决问题的方法 要真正懂得因果报应 那个人富贵 是他前生修善积德的果报 我没有修善积德 我今天修这个果报 过人修 过人德 你要是想夺取别人 那造的罪业更重 不但你夺到的这个东西 你享受不到 你来生会更苦 为什么呢 这种因果报应 钱人的要还命 钱贷的要还钱 不但要还了 还得要加利息 对于因果报应的理论与此事 明了了 知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 从生到死 一赢一作 莫非千亭 你命里富贵 你什么都不求 富贵自然而来 你会得到 命里头该是平静 用什么样方法去因求 还是平静 万般皆是命啊 半点不由人啊 廖凡思讯教我们这个道理啊 跟我们说这个事实真相啊 所以你参透了 不会期望你啊 圣贤人的教诲 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 因果报应的事实 大家都没有埋怨了 富贵人 有义务帮助平静 平静人 懂得自己修福 懂得忏悔 修福 这个社会才能活血 安定繁荣啊 彼此互相尊重 他今天富贵 他前世修得好嘛 我今生平静 我没修嘛 我怎么能怪人呢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嘛 明白这个道理啊 就不会怨言天诱人 知道了自己没修 没修不要赢了 现在修来得及啊 我现在肯修 来生就好了 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 只想福 不再修福了 那来生就变成平静了 这才是真正的道理 学因果 是凡夫学佛 第一个阶段 诸佛菩萨救度一切众生 头一个 叫你把人道的绝根站稳 不要多三我道啊 给你讲因果报应 善因善果 我因我报 你不至于堕落三土啊 造食卧业 就是畜生卧归地狱 你造这个业因 果报在三土 人能够断卧修善 断卧 卧就是收卧 修善 善就是实善 能够断收卧 修实善 这个人就跟站稳 绝不会堕三土 这是佛帮助众生的第一个阶段 首先帮助你稳定住 然后再帮助你向上提升 一个人 一生当中 一定要知道 住我莫做众山奉行 决定不能做亏心思 做亏心思是什么 这损你的福报 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 前世修的有福报了 这一生他得到福报了 享受福报了 他的思想不振 他为了要保全 他的权利 保全他的地位 保全他的福报 念念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就要伤害别人 怕别人增他的位置 增他的权利 夺取他的福报 时时刻刻设法 时时刻刻打击别人 这种念头 这种行为 把自己的福报遮损了 这是他不懂道理 不了解四世真相 廖凡思训念熟了 他就知道 果无必有因 如果你不修因 你需求这个果报 你还是一场空 你怎么会得到这个果报 众善因得善果 这两句话是善果 善因是什么 住我莫做 你就随随平安 住我莫做是因 随随平安是果报 众善奉行 你年年就如意了 众善奉行是因 年年如意是果 世间人每一个人 富贵平静不相等 智慧不相等 这是有满意 那就是你过去身中所修的 善我业的果报 一个人在世间一生 一饮一作 莫非前定 谁定的呢 自己造 因果通三世 你行善必定得福报 你作我一定得养活 这个是没法做避免的 所以 善得福 好人一定有好的果报 好人心好似 没有得到好的果报 那是什么原因 过去身中造的我太多了 前世造的这个因 这也是变成果报 是这么个原因 不善的一页 显出来的果报 这一生做了好事呢 那好事在 这一生所造的因 来生形成果报 来生就享受到了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啊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 然后我们才会非常认真 断我修圈 这个一点都不含糊 修了佛之后 我们知道 最殊胜的果报是什么 是念佛求生进度 这是阿弥陀佛 跟圣方诸佛如来 无尽的慈悲也 为一切众生 开这样无比殊胜的法门 帮助我们 念佛呢 是大福德 是最上无比的大福德 他是直接把阿弥陀佛 无量借重修行的 善因善果 统统作为我们现在的修行 你说这个真正不可思议啊 所以念佛的果报 能超越六大轮回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一生成佛 这个事情 知道的人确实不懂啊 所以我们讲的时候 修佛 积功累得 信愿持明 是第一样的 这是无量的佛 无比之佛啊 一生当中 语言尽似图 语言受诸落 换一句话说 这是把佛 古地上的福德 拿到我们做修行 所以你如果真正明白 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四十真相 你不可能不念佛 而且你一定念得非常清快 你不会中断 我说那些语言尽优优优独播 我说这是尤其是水梵尽优独播